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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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的任務是把古知醫策上來 那上學中有提到 我想說 在整個西方文化傳進中國的會場當中 我們分成兩撥 拿兩撥 十幾世氣開始是第一撥 大航海是在对16世纪 那第二波呢 法国立文明 如果说以他对东亚的影响应该是19世纪 路米也讲过 这两波其实不太等值 第一波大概是一个在东亚还有能力 还有一个主动权 我要不要吸收它 那当然后来因为宗教的困扰 其实很多地方都翻译了进教令 可是第二波我们现在要讲的 看后一片 19世纪其实在工业化之后 这些欧洲国家 其实力量非常强大 因此东亚的国家跟地区 已经没有能力阻挡 不管是西方文化的传播 或者政治军事力的渗透等等 因此我们像杰克行农这一波 其实跟海啸一样 因此很多国家 大概都在19世纪 早一点或者晚一点 被迫打开了门户 那我们首先要讲家电战争 各位看一下112页 我觉得课本第一段第二段写得很简单是好事啦 各位知道这一段在博中 如果老师补充多一点 是不是就是那个战争的过程 以及一堆条约要背的 当然不讲这些细节是很好 可是我隐约觉得课本写得太简单 好像什么都没写也不太好 因此在播影片 我们就整个这一些的战争 它所造成的影响 我适度帮各位补充 所以这两段我会讲的比较详细一点 那首先在整个19世纪 或者往前一点18世纪末 中国以及英国之间已经开始有一些的意见的分歧 或者是说双方没有办法达成比较大的共识 我们先看英国为什么感到不满 那当然这一段我是从三面半所挑出来的 它的大背景还是工业革命 我们知道工业革命第一个 它需要很多的原料 比如说它棉纺织业 它就需要有棉花的来源 当然这个时期的英国 是从英国的南方取得棉花比较多 那第二个它需要市场 我大量制造这么多的纺织品出来 那哪边可以卖呢 因此像中国有这么庞大的人口 就是这么庞大的市场 所以它会觉得说中国虚许多多的限制 让它没有办法有一个市场可以销售 那一直我们看到的是英国最早工业化 英国也最早来到中国 希望打开中国的门户 那你们国中有学到 英国曾经派了两次的史结团 来到中国哪样次 阿美士德是这一次 1816年这一次 第二次 那第一次是马加尼有印象吗 好 马加尼是在1793 阿美士德是在1816 那他们肩负英国政府给他们的任务 就是要打开中国的门户 因此可以跟中国贸易 那其实第一次还算是有一点点的进展 第二次是根本因为阿美士德 他不行三跪九寇 所以他是被嘉庆皇帝整个驱逐出去 那这是第一次我们怎么样 第一次我们稍微叙述一下 1793年的这一次 那当时中国的贸易有很多的限制 我在这个框框 我们把三明板的一些限制有列出来的话 包含当时的中国是借由在广州的十三行 这些特许的中国的商人 去跟英国的商人做生意 那中国政府又委托十三行 去管理这些英国的商人 如果你有听懂的话 他其实是求援兼裁判 我跟你做生意 我又负责管理 这是一个不平等的地位 所以后来这些十三行就欠了外国商人一大笔钱 又赖账 反正这个贸易就有很多的问题 但中国单方面是限制的 是垄断的 英国人感到不满 那么他这一张 我先问这一张是中国方面画的还是英国人 中国方面画的 你们从哪里判断是英国画的 这边窗面先拉起来 我那阳光好像很强 你们刚讲几个东西我没听到 跨超丑 跨超丑是谁超丑在讲几个人 跨超丑 来这个画面大概可以从这边切成两半 各位看到右边是不是理性的英国人 然后左边的话是肥胖的乾隆 这应该比金正恩还要再胖一辈 乾隆根本是一颗球 就是如果看这一张的话 然后这些皇帝还有中国的官员 是不是感觉有一点就是 像老鼠 像老鼠 好啊也有点像老鼠 贼头贼脑是不是 看起来好像是不是带着善意这样子 那我看到是当时在马加尼要见乾隆 但中国自己单方面的理解 他是来帮乾隆祝寿 因为当时乾隆是八十大寿 可是英国人带来这些仪器 各位可以看还有陈列一些仪器 西方一些比较进步的东西 其实当时中国是看不上眼的 而且马加尼要来见乾隆之前 第一个困扰就是他是用怎样的礼仪见乾隆 那中国的官员在见皇帝都是三跪九寇 可是马加尼不愿意 他觉得他是使节 他说到屈辱 那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 那后来乾隆就辗转就是透过人去问他说 那在你们英国对你们统治者行什么礼仪呢 马加尼就回答说 我们是那个单膝下跪 然后把国王的手拉来亲一下 然后乾隆就说好 那你就单膝下跪 但是我的手不给你亲 那就搭成共识了 最后我看到的画面是这样子 可是马加尼提出来的通商的要求 一向都没有允准 乾隆甚至就写了一封信 给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 那这个赤书是上对下的 所以他把英国当成还是蛮一致吧 那我写一封信给你 跟你讲 你们提这些东西都莫名奇妙 天朝物产风云什么都有 我们中国什么都有 那我们这些什么瓷器 饲品 茶叶 都是你们要来跟我们中国贸易 那我皇帝 你就是乾隆 对你们不错 给你们恩惠 让你们来贸易 那你还挪一挖做什么 所以这种信息只是要告诉一国国王 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得到很好的待遇 你们不应该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 所以这一次的使节 使节团虽然说是见到了乾隆 但是最后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后面的阿美士德当然是直接被驱逐了 那我们看到的是一段时间之后 很奇怪的时候 英国人不来了 当然英国已经准备独立打开中国人物 那反而是中国人感到不满 中国为什么感到不满 我们看这个是 刚刚这个时间点是马加尼使节团 193年 阿美士德是1816年 同一个时间 英国已经在中国开始卖鸦片 英国是在它的印度殖民地 当时洞加拉是属于印度殖民地的一部分 开始生产 然后制造鸦片 同时卖到中国 所以你看到这条红色的线 大概在中国开始有人吸食 吸食的慢慢变多 那你看在马加尼跟阿美士德 来到中国的时候 鸦片在中国的问题都不严重 可是你看 这边是一个很明显的转折点 大概就在阿美士德之后不久 中国第一次有了百万的吸食鸦片的人口 之后就呈现一个非常快速的增加 到最后中国有了几百万甚至千万的吸食鸦片的人口 那它造成了多方面的问题 所以中国后来就感受到鸦片 所造成的种种的压力跟困扰 那这边是一个中国官员叫黄绝兹 他在《莲色漏之以赔国本书》 这就是一个给道光皇帝的上奏 他里面就有讲 那你把那个《莲银》颠倒过来 《莲银》写在112页左上角的地方 有关后来 《莲银》是指白银外流 那《莲银》就可以当成是一个白银外流的专有名词 各位知道中文的用法 就是正版用何可以了 《莲银》 所以我们看到根据黄绝兹这位大臣的禀报 当时为了买鸦片 中国的白银都是几千万两几千万两外流 那它其实会造成中国财政很大的问题 你都应该写下来了 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户 那不是说你几千万两丢出去就解决了 这是一个现在进行式 而且未来看不到终点的问题 那它到底对中国的财政会有什么困扰呢 中国一般人用平常交易用的都是铜钱 这边讲的钱就是铜钱 那等到缴税的时候 我们知道中国在明代某一次改革之后 缴税都是用白银 那是在哪一次的改革之后 张居正在那一条电法 那清代其实是用一样的方式 缴税是以白银定一个数额 那一般人如果平常他是用铜钱 那我们要缴税的时候 他是要把他的铜钱先转换成白银才能缴税 因为政府规定的缴税额度是白银 那现在问题是白银很多外流 你刚刚写在课本的引漏 那所以留在中国的白银变少 物以稀为贵 银也是以稀为贵 所以你就得用更多的铜钱 才能换到原来那个数额的白银 你这样听懂吗 简单来讲白银越来越昂贵 相对来讲铜钱越来越不值钱 以至于老百姓在要缴税 把铜钱换成白银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他得用更多的铜钱 才能换原来那样子数额的白银 简单来讲他缴税的负贷增加 所以各位知道银肉他所造成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他造成中国整个财政整体的困境等等 那更不要讲说那些稀释鸦片的军人 那些士兵 那稀到古寿儒财他还有战役吗 那这是为什么在黄绝兹之后的不久 林则徐前往广州查经鸦片 那米肖黎的鸦片是英国的财产 因此后来就直接引爆了中英之间的鸦片 这是我们比较简单版的讲法 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中国在19世纪 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 那这样你可以手机把它拍下来 左边这一系列是内忧 右边这一系列是外患 那里面开我一面想请教各位 左边这一些红色标记什么叉叉之乱的 那在19世纪 甚至可以把中国称为叛乱的事迹 这一些叛乱尽管各自有原因 我想请教各位的是 这些叛乱背后一个共同很基本的背景是什么 我要说写线 这一题应该大家可以拿出来 就是说中国当时有很根本的问题 导致叛乱此起彼落 那是很难有效的终止 写线 十月起十六号 写线 但是不会占写线 好 因此请 林欣怡跟保宁亚两个猜拳 好 那就保宁亚 保宁亚什么说 背后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就是说一场判断结束了 不久一场判断又出现 那什么根本的背景会造成这种现象 不能停太久 那个看肚里的都会觉得是暂停 好 来 知道的 有没有要举手回答的 帮你加分 太感伤了吧 这题有很难吗 有没有人要回答的 来 请说 来 人口 人口 我不知道整个清初的时候 人口是一个不到两亿人的规模 那这跟战略有关系 可是到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时间点 中国是一个破四亿人口的规模 那你知道各式各样的资源 粮食 你想得到的 想得到的 都在一个非常窘迫的 就是大家去争夺这些资源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判断反映的是 中国因为人口过多 导致的资源不够分配 那我想左边我们是用一个 比较背景的因素去做解释 那右边我们就可以从一个 西方工业革命船间套利 因此这时候要打开 包含中国在内的东亚的贸易 因此就有一系列的战争 那我们现在要谈的是鸦片战争 跟英法联军 首先我们看鸦片战争 那这个在课本底段的地方 那鸦片战争特别跟不平等条约有关 请把最后一行的 瞬及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先划下来 等一下我会特别强调这一点 那我想了一下我在这边 战争的过程我就不详细谈它 我会比较着重在它的影响 因为其实你回头看我们课本这一节 它也是在谈西方对东亚的影响 好 这张是后来的人画鸦片战争的一幅油画 那尽管是后来的人画的 但我觉得这幅画可以让我们稍微讨论一下 当时战争的状况 你们分得出来哪些船是清朝的 哪些船是英国的 这个是清朝的中国的 那英国在哪里 右后方 右后方 是不是这个 这个嘛 好来 当时战争的时候 中国就很纳闷 因为英国的船逃得非常非常的快 那中国就怀疑 他们是派了三倍四倍的人 在那个船底下在划船 那我们都知道英国船为什么比较快 工业化 这幅画是不是蒸汽船 就是机器动力嘛 蒸汽机作为动力 那中国还是这种帆船 那点多再加人力去划 是不是速度慢很多 那我们今天觉得很好笑 最好是三四倍的人力在划 可是当时就是中国在一个不清楚敌人的状态 第二个 这幅画当中 有一艘船整个崩结掉 它反映的是中国跟英国整个战力是不对等的 那中国当时有没有火炮呢 各位先回答这问题 有啦 不能摇头啦 有啦 耶稣会传教士不是只有 传进那个火炮的技术 我们讲过嘛 可是当时的火炮装在中国的船 然后打向英国的船只的时候 它就彈回来 因为英国是铁壳船 也没有啦 就掉到海里面啦 它就没有发挥作用 它没有办法去穿透英国的这个船身 可是英国的炮弹它不指挥力比较大 而且打到这些中国的船的时候 你看到这艘船 因为它是木造的嘛 就粉碎掉 所以这种战争就是我定义的大人大小孩 工业化之后的国家是大人 没有工业化是小孩 所以如果西方是船兼泡利 当时中国是船不兼泡利 所以这张你可以体会一下 其实战争还没开大 胜负已经没定了 我们再往后看 那战争其实拖了蛮长一段时间 最后签的南京条约 请在左边的小古铁第二号 你再往里写一下 南京条约是我们一般的称呼 它的正式称呼叫万年合约 这边没有 你自己写一下万年合约 那请问你万年合约的意思是什么 Peace forever 是不是 就你们讲的嘛 是不是这个条约就永保双拉合点 它是不会变化的 你今天这个条约之后 就照这个条约来做 那等一下我会特别还到这一点来讲 那1842年的南京条约 中国跟一口之间 那黑板不用讲 那各地的话都让香港 刚好是我们现在实施最热门的话题 这几天各位看新闻 如果不是那个美国一人被杀了 引起了暴动 我们要不然就是香港要取消那个 特別关税的那个问题 那我们看到的是 废除公行 那就是原来那个十三行 造成某种不公平的贸易 开放五个港口 供英国通商 两国平等往来 顶空一定税的 我想请问各位 这里面哪一条是不平等的 赔款跟各地都不是不平等的条约 请注意到我不是说它是平等的意思 而是说很多 因为战争一定会有胜败 那战败就是各地赔款 我随便举例 古法战争在187年结束 法国战败是不是也割绕了 亚萨斯跟洛林 有没有人会特别去强调 那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没有 所以这是我们一般在条约当中会见到 都会特别说它是不平等的条约 还有吗 秉公一定税责 这都秉公啊 公平啊 你说它不平等啊 好来 这边的六条的等身 都是就是一般的条约会出现 那可是真正的问题是埋在第六条 因为秉公一定税则是一个原则 它必须要后续再去谈 那个谈会叫古门续约 下一页就是古门续约 古门续约全部都是不平等条约 第一个 确定中国的进口税跟出口税 它是在一个范围 那关税是一个国家的主权 你知道现在川普是不是不时就仰言 他对中国的关税要提高到25%甚至50% 因为一个国家可以决定自己抽外国货物的税率是多少 这是主权 那如果中国的关税已经先被一个条约限定 它最高能超过多少 这是主权本身已经被打折扣了 这叫不平等条约 我每个都会讲杨英勇 第二个 允许英国领事审判他们自己的成名 这个叫领事裁判权 我们现在司法是属地主义 也就是说当一个 我随便举例 一个美国人在台湾在中华民国犯罪的时候 是依据中华民国的法律 这应该没有人会怀疑 好 可是当时英国人在中国犯罪的时候 是交给英国的外交官去审理 中国是没有司法管辖权的 那因此这个叫领事裁判权 或者叫治外法权 它是不平等条约 那他们自己人判自己人 他们判得要庆嘛 好 再来允许英国军舰在通商口岸 这很危险 你自己的港口有外国的军舰 那如果不爽便你炮轟了两号呢 后来真的发生了 台湾的安平 后来有英国的军舰 就直接对着岸上直接炮轟 还死了中国不少阿兵哥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属于不平等条约 第四个给予英国片面最恢复待遇 如果中国再来跟其他国家签的条约 是原来的南京条约没有的 那英国可以自动得到那些其他没有签的条约 简单讲VIP待遇 所以这边列的四条全部都是不平等条约 那你自己把那个小古帖的 那按起航看过去 我觉得我们的课本这边写的算满精准的 好再来美国跟法国文封而至 在1844年美国跟中国签的旺下条约 法国跟中国签的皇帝条约 那我们简单理解就是说 你怎么不好跟一个国家打完一次仗 打败仗才签条约 后来省度时事就直接签了 那中美旺下条约它当然很多条 比较重要的一条是12年修约一次 那这一条是要呼应刚刚的那个南京条约 是不是它本来叫万年合约 来万年合约意思就是它不需要再修订了 它实际上南京条约也没有讲到修订的条法 但旺下条约有 我过来英文就说 你跟美国人签的旺下条约12年修约一次 我英国就根据片面对惠国待遇 我也要12年修约一次 可是这个在国际法上面 这一条是不能适用 偏定罪的一个概念的 可是后来英国坚持适用 造成英法联军的发生 就是说我们这边调的一个问题是 你可以说中国这段时间 蛮堪无故于国际的大事 可是你也不能说 这些英国法国这些欧洲列侠所做的就是对的 有一种可能就是双方都是错的 那关于这种对跟错误 在这里会做一些理解 那另外中大黄埔条约规定 可以在东方桑桑涉立教堂 它打破了我们上一节课讲的 1723年雍正的进教令 所以传教士就可以在广州 可以在上海 可以在宁波这些地方传教 那因此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那我们看到的是本来这一波1840年代的条约 架构了当时中国跟这些欧洲国家 或者说西方国家往来的基本的前提 它运作了一段时间 可是大概时间到了1850年代之后 英法感到不满 他们觉得中国开放不够 那后来生意越做越顺 就觉得五个通商官不够 第二个他们并不能够跟北京直接打交道 根据条约他们只能跟广州 跟这些地方官打交道 那有些地方官如果他太保守 他不愿意跟外国人沟通 这事情就很难进行 那这些东西是当初签条约没有想到 后来英法美国这些国家 觉得要进一步跟中国再谈 但中国会不会想谈呢 中国其实不想谈 因此修约不成后来造成了英法联军 我们先看好 根据1844年刚刚讲的旺夏条约 12年修订一次 因此英国就说 我们南京条约里面 有偏偏最日国待遇 所以我也要12年修约一次 1842加12就是1854 所以1854年他就来中国要谈 中国人不跟你谈 那到了隔两年 这时候换法国人的黄埔条约 也是12年 他也说根据偏偏偏国待遇 要修约一次 中国也不谈 但中国因为不谈 所以英国跟法国就各找了一个借口 你们应该听过啦 当时英国就说 他有一艘船只叫亚国船 但是中国却直接上船去搜索 那这个等于是侵犯国家的主权 因为那一艘船是挂英国的国旗 拿的是英国的执照 可是我要讲的是那个执照已经过期了 那个执照已经过期了 反正这些细节都可以查了 那法国也找了理由 是他的一个传教师是在广西被杀 好 这件事情也是神父的错 因为当时传教师只能在哪里传教回答 刚才讲通商口岸 他自己跑到不是通商口岸的那些内地去 是他自己要负责任 他先违反条约 但人命官贴你可以处理这个部分 但他自己违反条约这个部分 就是他到底并不是很占的助教 但后来英法就以这个理由 因此在1858年的时候出兵中国 那这张是我从一个日本的地图找到 他把1850年代的几件中国史跟日本史的事情 全部画在同一张地图 那这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 1853年的黑船事件 美国强迫日本开放同商 红色的线 那这边蓝色的箭头代表的就是英法联军 他是把两字画在一起 那还有在中国当时 这是太平天国之乱 就是碾乱 这个颜色是闪肝毁乱 这是云南违变 所以你要知道1850年代 对中国对整个东亚世界都非常的刺激 内部出了很多的问题 然后洋人又来扣官 进一步要修改条约等等 所以其实如果说中国在1850年代 或者1860年灭亡 其实蛮合理的推测 实际上1860年后来第二次英法联军 是不是直接把中国的首都攻下来 但我们都知道 后来清朝还再延续了50年左右的时间 好那因此在第一次的英法联军 我们同样不讲他的过程 那中国因为他的天津被 就是天津已经受威胁了 那我们知道看这样的地图 天津的后面就是北京 所以清朝赶快派使节出来要和谈 因为如果再不和谈首都被攻下来 事情就大了 虽然两年后这些事情实际上是发生了 因此就跟英国跟法国 以及负责协调的美国跟俄国 就签了天津条约 这个是赔偿英国跟法国战争的损失 那又开放了十个新的口案 那这十个新的口案列在这边 那我们要详细谈的意思 台湾的几个通商口案 所谓台湾开港通商 就是根据天津条约而来的 那这里面有几个港口很重要的是 像汉口 九江跟正江这些地方 请看一下这张地图 好 九江在这里 汉口在这里 如果你通商口案在这里 你是一定要允许外国的船只 可以航行到这里 他是才能在这里做生意 所以因为港口已经开在不是沿海 而是沿着河川 因此外国顺势取得了 另外一个不平等条约 叫内核航行权 请你写在第二段的最后面的地方 就说内核航行权 它其实不是一个直接取得的权利 而是因为在长江有通商口案 因此它间接取得的 一个不平等条约的权利 一般国家不会让自己的河川 让外国的船只包含军舰自由航行 我也知道这非常非常危险 我想我这边都不会整理很多 我只是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那再来外国人可以持护照在内地 不管是旅游或者船教 所以请你把第二段课本这边改一下 第三章它说 今朝战败签订合约 这个是天津条约 允诺传教自由 这边写错了 你把自由两个字杠掉 写上允诺内地传教 重点是在通商口案 以外国的内地传教 那内地传教跟通商口案传教有什么差别呢 通商口案就是外国人多嘛 那各位知道多见少怪嘛 就看多之后这些外国人就还好嘛 反正你天天看到你就会觉得 他们就是这样的习惯 可是中国其实通商口案以外的地方 少见多怪 我很少看到这些外国人 就这些外国人动不动去讲 什么只有唯一的什么上帝 真神 你这些信仰全部都是假的 他很容易在地方上引起愤怒 烧教堂 甚至最后这些传教士被杀 因此这些中外充途很多是传教士 在内地所引起的 那这个是天津条约所规定的 第四点就是中外可以互派使节 就是可以外国派他的使节 在中国的北京 那第五点也很重要 这个条约一年之后在天津换约 换约是什么东西 就是两国不是当时在 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后 在天津签了条约吗 叫天津条约 签完两国代表会把条约 带回去他自己的国家 英国是民主国家 所以国会会表决 要不要通过这个条约 所以一年后再回到天津来 交换并且让这个条约生效 那在做作为英国以后 有人是念国际关系或外交的 这都是国际法的基本的常识 那中国当然不是民主国家 但是签约的人 会把这个条约交给皇帝看过 没有问题 也是一样一年之后 跟英法的代表碰头在中国换约 天津条约生效 那为什么特别详细谈这一点呢 因为换约出大事了 好 因为换约导致冲突 所以1860年有第二次的英法联军 好 我看一下这张你有看过 这个地方是渤海外 远处是北京 在七点这里是天津 天津这边有一条 这我都没记错应该是海河 那出海口的地方有一个炮台 叫大乌炮台或者大乌要塞 那天津条约在1858年签订 1859年英法要来换约的舰队 他们就来到了摩海关 当时中国就指定 在这边看比较北 因为它没有画出来 一个叫北塘的地方 军舰就停在这边 走陆路到天津来换约 这是中国指定的路线 那英法当时来换约 这个舰队司令 他们就说不用啊 我们直接航行到天津来换约就好了 可是其实当时天津不是通商可玩 中国没有理由要开放自己的河川 让外国的船只航行嘛 而且这边是中国的国防要地 所以就规定说你一定要在这里 你不能从这个地方经过 那英法的舰队就坚持要从这个地方 经过到天津去换约 结果在经过大乌炮台的时候 大乌炮台当时中国首军是一个蒙古将军 叫森格林庆 就直接把英国的舰队击退 这是清末中国很难得打的胜仗 那可是打胜仗 再来就是更大的灾难 那当然英法舰队又落荒额头 隔年就集结更大批的舰队 而且为了惩罚野蛮不一的中国 结果刚叙述的过程 各位都知道谁野蛮 那明明你就不能经过这边 你一定要经过这边 叫你从这边登陆 你又不登陆 好 结果导致重吐 你要说中国野蛮 但隔年等到英法再次联军出现在中国的时候 就要教训中国 因为不听话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 首先就把大乌炮台先挪下来 这是英国拍的照片 最上面你可以看到英国的国旗在飘 然后底下就是当时已经攻占了 然后地面上是这样另外的画面 然后为了惩罚中国 直接攻进中国的首都 并且烧了中国精致的圆明园 那当时中国的皇帝仓皇而逃 当时中国是咸丰皇帝 然后这个皇帝离开北京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跑到北京北边的避暑山庄 热河的避暑山庄 那避暑山庄故名思逆他就避暑 可是他逃亡去的时间是在冬天 各位要知道 夏天可以避暑的地方 冬天是一个什么情况 超级冷 好反正他自己身体也不好 后来就死在那个地方 再来即位的是一个小皇帝叫同志 以至于就是慈禧几十年的垂帘听政 各位要知道 这件事情影响中国的政治非常的巨大 那后续我们就进一步再谈 那今天我们看到 因此又强迫中国签了北京条约 当然负责签约就是咸丰的地底 各位应该有听过的 公亲王易兴 咸丰叫易主 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就是兄弟 当时这个地底就负责签约 第一个不用再换约了 直接承认天津条约 第二个赔款增加 第三个增开天津尾工厂口岸 所以再来真的改革就可以直接航行了 再来歌让九文办法 扩大香港殖民地 第五个传教士可以在内地 买土地兴建教堂 第六个北京条约也不用换约了 因为先前换约问题很多 所以我们看到北京条约可以说 跟天津条约是有相关性的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第三段的地方 综合上述 请你给它三颗星 我在投影片把这一段课文的叙述 整个放上去 那你现在也按照我在投影片的方式 把一跟二标记上去 好 这边边我再讲到 两颗西方的文化 对中国 或者说对整个东亚的传值 那第一波我们讲过 当时的中国还有主动性 我要吸收 我不吸收 或者后来你的宗教 我接受你可以传教 或者我后来禁教 这一波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小的海浪 中国还承受得住 可是第二波清末 我们知道 狭带着工业化的力量 这些欧美国家在中国 吹呼拉朽 中国已经毫无挡架的余力 或者说中国这个时候 被迫只能接受这些东西 这一波来根本就是海啸 那一次我们看到 课文这一段其实写得非常清楚 那至于中国怎么应对 那时候我们在第二节会谈到的东西 那现在请你把手机拿出来 我把这一段我们讲的 我帮各位做了两张的整理 这一张是跟空间 领土遭掠夺比较有关系的 但时间关系我不会再解释它了 那拍完之后不要放下来 我们直接看底下的第二张 第二张也请拍 那这个是根据 不平等条约的项目 西方国家在中国取得的时间 那前面两个颜色比较浅的 我有讲过 第三个颜色最红的 我们等到五支二还会再提到它 这两张你回去看 对照我这一节课讲的 你就可以到它联系来 接着我们拍到课文116页的地方 那一样日本在19世纪 也受到了犀利的冲击 那如果说以日本史来讲它的转折点 第二段的1853年 你先把它画下来 这件事情是日本历史的转折点 叫黑船事件 这边就是黑船 那它是因为当时 美国由裴里所率领的船只 他们习惯把船身涂成黑色 那率领的是这一位裴里 那以前你们学姐有说 这位裴里将军长得有点像史内谷之类的 这位是 就是我们在中国史的脉路 我们不熟他 可是这一位在日文算是家喻不晓 因为他等于是日本历史的转折的一位人物 那他率领的这些蒸汽船出现在江户湾 就是今天的东京湾 引起了当时的江户 也就是今天的东京震撼 那日本人其实并不是对外国 替我所知 你往上看第一段 我是不是讲过蓝雪 所以当时知道这些欧美国家的武力强大 所以当时的河川幕府谨慎以对 那我们看到的是黑船来行的描绘 这一张出现在课本当中 那日本当时有人做这样的描述 日本当时有一种茶叫上喜传 那日本当时就有讲说 这个上喜传喝了四杯 你知道喝茶会睡不着觉 上喜传喝了四杯就睡不着觉 那这是一个文学的领域 那上喜传跟蒸汽船的日文法音是一模一样 蒸汽船来了四艘 日本从此就没有太平岁月可以过 各位知道这就是一个礼教 那当时德川幕府在跟培里交涉的过程当中 他就争取时间 他们说我们内部还要再讨论 所以不妨你等明年再过来 我们会给你的答复 那培里就说好 那我们明年来 那于是明年来的时候就躲不过了 因此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出现了 吉尼巴底下古五之五 右边中间的那个神奈川条约把它圈起来 好 这个条约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南京条约 跟后续的一些补充的条约 那它的正式名称叫日美侵占条约 这跟我们知道南京条约其实它的本名叫万年合约是一样的 那像一些条款也跟南京跟一系列的那个条约都差不多 那包含当时也开放通商口案在夏田 夏田在伊豆半岛 那韩管各位就知道在北海道 所以一样背负开放通商口案 我片面最惠苦待遇 那我看过日本史在这一段默默时期的描述 其实当时日本争取的条款比中国的南京条约 后来那一系列条约 其实条约是比较优越一点的 那当时日本已经会拿他们对国际情势的一些了解 来作为他们谈判的资本 而获得了一些局部的成功 那当然这些可能要看一些细部的资料 我们才能进一步再去讨论它 然后再来看到的是 当日本开放通商之后 引起国内的经济跟社会的震荡 各位知道日本原来是一个很稳定的社会 那这时候当外国的货物进来 外国的势力进来之后 它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它会造成经济的固定 那因此本来在日本 就有一个对幕府不太福气 或者不太听话的一些势力 那今天各位可以仔细看 我手里的这个地方是江湖 就是今天的东京 黄色的部分是当时德川幕府直辖的地方 红色的部分是它的亲戚 它的亲戚 它的降与在外面分封的大名 所以这个东西叫清凡普代大名 简单来讲 黄色再加红色就是当时德川幕府可以支配的地方 那绿色部分是什么呢 也就是当时因为德川家的力量很大 不得不服从 但其实他们是独立在地方的大名 这些可以称为叫外样大名 所以是人数比较清楚才会讲到这个部分 那我们看到它比较集中在本州的南边 四国九州 还有在整个本州比较偏东北的地方 那当德川幕府这时候显露出 它对外国势力不能应对的时候 这些对德川幕府本来就比较不友善的力量 它就开始集结了 因此你把课本报属第三号的尊王辱义 这个词把它标记一下 这个词是从中国的借贷而来的 你们觉得尊王是尊谁 白天皇 所以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天皇迎回来亲政 把德川幕府的力量推翻 这是一个 那你们觉得尊王是针对谁呢 针对谁 针对美国跟其他 因为后来其他国家文宫而治 针对这些西方国家 也就是外国的力量 所以就把诸王尊王这个中国的词汇借过去 那当时在本州南边以及四国九州 这四个后来简称叫撒长土匪的 这四个外样大名是主帝 那我们所熟悉的沐墨以及明治初期的一些 很多的有名的人物都从这个地方来 像图索帆就是安等龙马 像萨摩帆就是土姬 然后像这边如果是长洲帆 后来再改为那个沸凡志县之后 这个地方就是山口县 伊藤伯文就是出身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跟整个近代日本历史的崛起 甚至跟后来台湾成为殖民地 都会有很直接的联系 那我们看到他们的两个目标 一个是迎回天皇签证 一个是阻挡西方的力量进入到日本 NASER这一派后来就叫长一派 那他们后来还直接就跟西方对干 1863年长洲帆就直接把关门海峡关起来 把赖户内海封起来 就是不跟外国人做生意 后来在1864年直接导致了下关战争 那这个战争其实也是一样 还没打胜负就底定 因为当时这一些大明 并不真的有失利跟西方人对决 那结果打不过就直接加入他 所以像长洲帆这一些反对幕府的大明 他们就开始知道说西方人 只有很多的优点 于是开始学习西方的这些船间炮力 开始知道这些西方人军事的优点等等 但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还是维持 也就是刚刚讲的尊王攘义 现在的尊王还是要把天皇帝回来 因此我们看到是这个目标 后来在1867年实现 我想这一段真的要细讲 日本史有很多可以讲 但我想时间关系 我就是跟各位讲说 这一段其实历史很复杂 但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一些倒幕派 要推倒德川幕府的大盛 因此在1867年 你把最后一行这边画下来 好于是第15代的德川的大将军 德川信喜 就把整个国家的权力交团给当时只有16岁 跟各位一样年纪的明治天皇 因此日本的历史就进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那这是当时的大政奉还 是在京都的二条城 那二条城当初在1603年盖好的时候 是德川江康 因为他的据点在江户 他来到京都要见天皇的时候 作为他的在京都的家 那等到1867年的时候 等于是他把整个国家的权力 把幕府的权力交还给天皇的时候 也在同一个建筑物 所以各位下次去京都二条城的时候 这个建筑本身就代表德川幕府的开始 很起数 好 再来这位是明治天皇 16岁即位 这位是军庄 然后在位45年 不过他身体其实不太好 他并不如这一张图片看起来的 好像是一个很威武英勇的样子 那我看到一个讲法是近代天皇家族 他们因为静静冬昏的关系 所以其实是有一些遗传的疾病 如果不是身体有问题 就是精神状况不是很稳定 我们讲过他的儿子就是大政天皇 不是精神状况不太稳定吗 各位有印象吗 就是会拿那个纸卷起来的 看他的那个大臣 我们应该有印象吗 都只知道这个 不知道是谁 好 再来我们看到隔年他就从京都 直接来到了江户 因此江户就改名叫东京 日本并没有规定首都所在地 天皇在哪里 哪里就是首都 所以这个地方后来就顺势改名叫东京 一直到现在是日本的首都 那原来德川家就变成了天皇家 所以今天在东京的皇居 本来是德川家康以及他的子孙的家 所以各位今天去那个皇居丸之内这一代的时候 你要知道其实这一段的历史 其实是经过了一个代替的过程 好 那我想这一段有关明治维经 我们在52回记忆部台 现在请翻到课本的118页 好 先谈越南 这边我们下一个可以把它结束了 那越南在19世纪 其实就是一个沦为法国殖民地的过程 各位先看这一章 原来整个越南是中国的繁蜀 但是大概在18、19世纪 法国就已经取革在整个中南半岛最南边 后来就称为叫焦祖之那 我们讲过先前有很多天主教的传教士 都是先到这个地方 再往北到越南或者中国的其他地方去 那19世纪的时候你看课本 当时的越南是属于晚朝的时代 那晚朝其实就是我们先前讲过 他不是盖了一个袖针板的紫禁城吗 有印象 那这个时候法国人在越南 就从最南边的礁止之那 往北要延伸他的力量 那这个时候其实 当然中国作为越南的大国 应该要排斥法国在整个越南力量的扩张 可是19世纪中在1858年的时候 法国就直接以越南禁止 天主教作为借口出兵越南 那中国为什么没有出兵去帮助越南对抗法国呢 你都知道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中国其实是自顾不小 因此后来越南战败之后 你把小古典的第三行 后来就签了西贡条约 所以一样西贡条约就是越南历史上的 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相当于日本历史的神埃团条约 中国历史上的那个南京条约那一系列 接着法国又逐步的往北进逼 大概近代帝国主义都是这样子的故事 要藉由法国的北部进出中国的 往西云南贵州这一代 因此后来在1880年代 中国也是因为越南受到法国的侵略 因此最后爆发了清法战争 也就是中法战争 那各位把第二段的这个清法战争地方调记 并且把年代把它写上去 那这样战争之后 实际上虽然晚朝还继续维系 但其实就是法国控制了这个地方 我想这张地图是我找到中文 大概最清楚的一张地图 后来实际上在清法战争的时候 一路就打到了台湾的北部 流民船就是当时被拍到台湾来 防守法国的侵略了 那一直这一段一起都会参考 那再来请翻回前面一页 那为什么要按照课本顺序讲呢 因为朝鲜是跟加欧战争有关 加欧战争是在刚刚讲的 清法战争的十年之后 那朝鲜这一段我们也是大概把他的政治力量做一个交代 十九世纪其实朝鲜是在一个政治很不稳定的状态 我们当时有讲这些的全城外戚长政 我们把朝鲜这段历史叫什么政治 应该有印象段階段 我是叫世道政治 你也可以把它写下来 那所以这个世道政治就很多攻不下去的人 就直接往海外移民去了 这是我们前面章节所提到的 那世道政治的第一个代表就是这一位 这是当时朝鲜的皇帝的爸爸 那比较特别是皇帝的爸爸自己不是皇帝 那这是朝鲜的南版的垂帘庭政 因此这位新宣大运君李世英就是当时 实际上掌握权力他架空他儿子皇帝 那因此他是守秀亲中派的领袖 那另外也知道政治的代表是这一位 也就是当时朝鲜高中的老婆免费 这也是外妻的势力 这个是他老婆 这个是他爸爸 那因此这两派就是彼此互征 这是整个19世纪的后期 朝鲜所面对到的状况 那我们看到的是当时的各国也试图 要打开朝鲜的门户 但因为朝鲜半岛本身算是一个 比较不显著的目标 所以各位看到课本有提到的是 包含英国包含美国都曾经去 在这地方想做试看 你把课本在第二段第四行的 丙、银、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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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志一下 这个在1866年 那朝鲜都是用铁干地支 那在1871年的时候 所谓在新卫养、养、养、养 那这两次外国人的入侵都失败了 他让刚刚我们引到的这位大院军 觉得说 其实这些外国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因此我们应该要坚持抵抗这些 外国人对朝鲜的入侵 所以他在那个《丙、养、养、养》之后 他就做了一个所谓的赤划文字 后来在新卫养就把它刻成很多的碑 分字从各个地方 上面写什么东西 《陽以侵犯非战则侗 组合卖国》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堅決 theological 就是不让外国的力量进入到中国 当时朝鲜当然只用中文 好像看到 但是丙非代表是令外国 要把西方的勢力引進 要把這些西方人的學問 其實就是屬於比較開化派的領袖 那這個過程我們大概也沒辦法細講 那實際上到了1894、1995年 當日本對朝鮮的野心藉由東學黨支亂 最後引爆了中國為了捍衛 他在朝鮮半島這個繁蜀的利益 因此跟日本打了一仗 那最後戰敗之後 實際上中國就不再過文朝鮮了 那你現在把右邊的日本併吻朝鮮 寫在課本右邊後白的地方1910年 那有關朝鮮這一段 我們在課本後面還有再提 我們這邊就把五十一怎麼講 自由價格 謝謝大家